小朋友呢 又要A董哥 什麼意思 每天早上叫董哥對不對 然後就跟董哥一起去7-11 但董哥買一份報紙 可以買一兩千塊 來 先 小朋友還不用付錢 朋友的店 然後呢 竟拿一些最貴的那個食材 那董哥老闆喝開了 然後我想說怎麼辦 怎麼辦 不行 這樣子我一看先買 還喝你 我馬上打電話就跟他說 10分鐘我在門口給你拿來帶我 然後我剛才想說我去尿尿 我就走了 好可憐 她的英文啊 她媽媽特別重視 當然 可以想說 游泳 老外 畫畫 老外 平常還在家教 除了這些以外 她有哪一些才華 會 她會假摔 喔 你要怎麼說 就 叫他點 叫他點好的好不好 我們 我們給他請的都是這些外國人 對 就他們 他在這說的這個才藝當中 我當最棒的就是假摔 你當家 你當家 今晚到底誰當家 好 那其實我們常說 有幾萬事足 管你是公猴 將嗆 或是你是富商俱古 還是一般住民百姓 好像有了小孩以後 大家所有的注意焦點 都會擺在小孩身上 自己看他就怎麼看 怎麼可愛 你講著講著想到你們家小熊了 對 我們家小孩最可愛 每個當爸媽的 大概都會是這樣 那你在螢光幕前面 你會看到很多螢光幕的 譬如說綜藝大哥或什麼 平常在節目裡面 說學逗唱 然後什麼什麼都來 但是如果碰到小孩的時候 這要分幾種 因為綜藝大哥有一種是 求子容易的 有一種是困難的 求子容易的就隨便 而且很多 對 很多 外面可能還有人來證 那困難的那一種 就比較愛孩子 我記得我們在節目裡面 我們在節目裡面 曾經也聊過 就每一次講到 只要講到求子這個問題的時候 有很多來賓來 你們覺得那個 真的是辛苦到極點 可是為什麼願意這樣做 尤其是當成功以後 今天在節目現場 問你要請到一個 綜藝大哥來到現場 今天他們都不困難 他們都難的 對 對 這些都是 真的是難的 因為還記得節目裡面講過 還跑到泰山去 就為了要求小孩 現在看著小孩 每一次不管再多忙的時候 他會是什麼樣子 我聽說他要求第2個 真的嗎 我只是又奮鬥了一段時間 還沒有出來嗎 是 應該還沒有 好 來 為你介紹 今天現場邀請到來賓 好 工作再忙 都要來挺好朋友的劉爾金 求子不困難 我兩個都可以 對 所以你們就比較不會珍惜 不是 他也沒有不珍惜 我說的是綜藝大哥 對不起 好 來 下一位 這位他是不是求子的 他孩子本來就有了 求妻啊 他是來挺自己 這無話不談好朋友的 陳維銘 大家好 我是很怕 我後來養成一個 不逛街的習慣 就是帕路上突然蹦一個 年輕人說 我沒有找到你 其實要找你不困難 甚至下巴 不困難 下巴就好了 對 真的好怕 所以你的意思說 根本不需要等到馬路上碰到 一定會有很多人說 維銘 我那天看到你小孩了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鞋拔子在這 對啊 你孝順哪 最怕買便當 一看便當就想到小孩 那個便當臉 其實你也不必把自己 說得那麼厲害 不是厲害 就是年輕的是不是 不小心 他到底還不知道年輕的時候 到底做了多少事 對 好 來 下一位 好 他這個人生 只要有老婆小孩 就滿足的 董俱誠 來 董哥 文青好 律師好 這個節目的檔次你看 多高 就是比我們三個 坐在這邊 對 其實女藝人 跟董哥交情也不錯 董哥有跟圈內人 談過戀愛嗎 那不見得是談戀愛 沒有 有 談戀愛是應該沒有 晚一晚我們就不知道 好 今天節目現場 為您邀請到 跟董哥其實 相知非常非常深的幾位 女藝人來到我們的現場 來 董哥 三位 哇賽 艷獸還肥 董哥 我問你 以看剪影而言 假設是你的菜的話 應該哪一位比較接近 您 幻想一下 正兒經知道嗎 哪一個 就跟了我爸那個背後靈 哪一個 他的型 應該是中間 二號 背後靈 正常一般我的兄弟都 你說二號是不是 二號身材很好 二號來賓 麻煩用一句話來說一下 你跟董哥之間的交情 我長這麼大 最對不起的人 就是董志成先生 是你對不起他 對 背後靈對不起他 董哥 有人對不起你 對不起我很多 很多 所以你叫我 董哥 1號 3號 想先聽誰講 1號吧 來 1號 我曾經跟董哥共度良宵 不是 1號 你這樣講 董哥沒辦法知道你是誰 太多了 太多 太多 而且那時候你可能喝醉 對 對 連我們都沒辦法幫他整理 對 妳 妳是在哪裡跟我 還不請一碗 很多地方 那這個 哇 三號女人應該快40了吧 蛤 你說董哥 不要久 因為久會董哥很久不完 我必須要告訴你 這些年紀都沒有真的很輕 蛤 真的嗎 OK 熟女 熟女 親熟女 來 3號來賓 有沒有一句話要說你跟董哥的交情 我跟他常常一起研究如何生孩子 董哥 一起研究生孩子 你還一直在節目前面 裝模作樣的 然後每次都講 就為了那個寶寶 然後花了多少功夫 好不容易才生出來 然後我常常跟我太太抱在一起 對 每一次失敗 我們五次啊 一次失敗 我們大概就要哭一個月這樣子 對 然後你在外頭 沒事就跟人家研究生孩子 因為還是你要找外頭的人生比較快 還是 還是你們根本很炸 就把我太太請來了是吧 我太太高溫年穿年 差不多也這個高 那董哥 這三個 我們要先拉帘子 你想先看誰 剛才講的這幾個 有沒有猜到是誰 其實啊 可以都不要拉 喂喂 那節目怎麼做下去啊 你平不滿意是不是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對我 沒有一個好話的 沒有一個對我的家庭 對我 有幫助的 沒有沒有沒有 董哥搞不好 感情是有幫助的 出來以後有意想不到的結果不一定啊 對 董哥他們都是美女 不過我過老婆已經結了十五年了啊 我相信 這個這個是經得起考驗 可以的 理也值得 不像他這個 是什麼 不要說了 他也散很久 對啊 你不開到法院的打官司多難看 多開心 來董哥幾號 我看我看 2號好了 就剛剛說對不起你的 對不起我的 這個對你比較有利 你在懷念你 懷念你的女助理 就繼續嗎 可能迎獲兩棄不會有什麼 董哥請問一下 金錢的這個 如果叫你講 只說一個對不起 你是個女孩 你也很難猜是誰嗎 有沒有人在這輩子做了什麼 他對不起人很多 我是一個寧可我附人 寧可不願人附我的 對 你應該是寧可人附我 你不願意附我的 好我講錯了 對 你講報過來了 說為什麼我們沒有考上律師 對 你有考考律師嗎 對 他不想 我想你最好不要 其實他沒有很少對不起人 那時候他連法官都法 都是人家對不起我 OK 好 那2號說他這輩子 對對不起人就是董哥 是什麼事 誰呢 來請出場 董哥 董志成求子問通靈師 答案讓人毛骨悚悚然 上他的節目 他節目請了一個 有點像是靈異的那種通靈師 一個英國 外國人 外國人啊 然後那個命令師就說 他大概在一年之內 就會生 就會討厭 有沒有說是男兒女孩 有他說他會生個兒子 唉唷 他就用他的英文講說 他 I see the kids around you 好像在你肩 那2號說他這輩子 對對不起人就是董哥是什麼事 誰呢 來請出場 董哥 董哥 歡迎小可 你跟小可怎麼會 你小可怎麼有什麼冤員 對你有什麼好 對不起 這麼新的 我非常非常對不起 男國人 你就是他的女助理 沒有沒有沒有 你為什麼 唯一對不起的就是董哥 而且我對不起董哥的事情 大概全台灣有一半以上的人 都知道這個 假的 董哥想得出來嗎 想得起來嗎 怎麼樣 就是他要結婚 那咱們是同公司的 嗯 這嚴重 董哥我們都有啊 那個時候我是其實我 我不會說是 我在某些部分 得罪了 他好像得罪他了啊 還是他不捨 小董超在意 他不捨得你花錢 超在意 文明董哥很在意這件事 他非常在意這件事 因為他董哥是把你當朋友 把你當寄人 對 他才會寄人 那我大家都結過婚 婚禮的時候你希望朋友都到 當然啊 然後你沒有想到是一個 這麼年輕的後輩沒到 而且有一次的這個跨年晚會 我記得我就我們倆主持了 而且實在很遠的金門 那個金門真的是 有那樣的戰地革命感情 然後那天晚上我們都在一起 從白天開始 坐飛機到那邊要等很久 然後聊聊聊 而且今天我們做完網會 是不能回來 第二天 第二天再做網 那這樣我們也算公布良宵嗎 各度 各度兩宵 各度各的 所以你是真的忘了解釋 不是不是 我要解釋一下 忘了解釋更嚴重 我其實呢 因為跟董哥那時候 每個禮拜大概會見面兩次 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每一次都跟董哥講說 董哥我要拿洗鐵給你 但是因為我都放在車上 我很怕包包放在裡面被壓爛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車上 那我就提醒董哥說 董哥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車停在一起 如果回去的時候 我忘記了 麻煩你千萬要記得提醒我 一次 兩次 三次真的忘了 忘到結婚前一天 都忘了 那平常人家請洗鐵 請洗酒都是請晚上 那天我們偏偏騎起鍾 然後我是從公司那邊知道 董哥呢是看了電視之後 才知道說 小可結婚了 對 他請了 而且阿伯 電視 而且還透過電視才 透過電視 好悶 然後就默默打電話給謝忻 打電話給浩翔 但是大家都沒有接電話 董哥想說 現在是怎麼樣 大家都在那個婚室那邊 對 而且說董哥是外人 都是他最照顧的後面 那看經理根本沒有你 不是 我那天中路打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預感 我想說 中路打剛好好 因為可能是晚上 對 晚上就算我沒拿那張洗鐵 但我人去了 我想他也不會 不會不讓你進去 不會不讓你進去 因為你會帶你進去 是進去嘛 對啊 大家一起這個 但是就是 就是連這個機會都沒有 打的時候大家好像 原來 正好他們那時候就在HAPPY 我下午中午打的時候 正好 而且這些人連電話都不接 大家是講好了 不讓你去 謝忻那天當我的就是招待 所以他比較忙一點 大家忙 那浩翔呢 對啊 浩翔他那天是來上完禮之後 他們就去工作了 你們為什麼要 沒有 而且 沒有 他是我們非常敬仰的長輩 而且 對 而且 加油天火 對啊 換下一次 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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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那個白開水啊 滿月的時候 對 周歲 周歲 周歲就辦 周歲 周歲要辦 周歲就把喜酒一起辦 不是 本來就算不打算辦 為了董哥這事 也一定要辦 也要請董哥 對 這麼大 你不要忘了 而且我非常非常愧疚 那小小姐 這樣子 要不要很正正事事的 跟董哥講一下 真的很抱歉的這件事情 讓董哥釋懷一下 董哥那種更愧疚的是 我打他給他 然後他還一直跟我抱歉 他就說 我難過的是 我沒有辦法去參加 你最重要的一天 我沒有辦法把 我跟我老婆 想要帶給你們的禮物 帶到現場 在那一天 你最幸福的時候 拿給你們 然後我聽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 不是人嗎 我 真的 真的 那怎麼辦 抱一下好了 對 跟董哥說聲抱 對不起 對不起 也就是妳跟這個 買小董出手大張 一定很大一包 對啊 好懊惱 沒有包 不拿到那一包 對 我懂 意思白手好不好 白手就好 OK 好 來 直接 來 小董哥 你們也跟不起我 有沒有 這樣最起碼釋懷一點 讓董哥說 沒有啦 因為後面 小董你好恐怖 你這句話 後面那兩個真的 沒有 那兩個 一個是公渡良宵 一個是研究生孩子 真的 真的 你隨便先拿一個 你隨便搬哪一個牌 我覺得生孩子的可能是醫生 3號 3號 好 這是 常跟董哥一起研究生孩子 為什麼呢 來 請出場 怎樣 來 歡迎主題 你好 來 你要講 你好 好久不見 真的 這個我也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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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現在全裏的新規矩 是吧 我們 沒有 結婚到現在沒見過 真的 真的 這位我們